星期一,法庭將開始為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 嫌疑犯赵哈爾·納薩耶夫的庭審挑選陪審團成員 上星期一上訴法庭駁回了薩納耶夫律師所提出的推遲審理 或將法庭改在另一個地點的要求 21歲的薩納耶夫因為在2013年4月15日 波士頓馬拉松慘案而受到30項罪名的指控 包括陰謀策劃和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那次事件中,兩枚自製炸彈在比賽終點聚集的人群中引爆 炸死3個人,炸傷260多人 如果被定罪,薩納耶夫將會面臨死刑,薩納耶夫拒不認罪 薩納耶夫是一名來自俄羅斯不高加索的歸化美國公民 他還因爆炸後第三天開槍打死一名大學警察而受起訴 當時他和他的哥哥已經被認定是嫌疑犯 正企圖離開,他的哥哥梅塔爾蘭薩納耶夫 在與警方的薄火中被打死 你好嗎? 好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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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